中国共产党快追 中国共产党快追 你看到了啊 这个是在台湾哦 台湾现在已经有很多百姓是已经醒悟了 醒悟了 这么热络 醒悟了 难怪现在国民两党 现在那么疯狂的在 在那边 在媒体 他们买的媒体了 疯狂的在那边 废废叫 然后蔡英文还跑去领 领加拿大人的那个什么勇气奖 好那你当神风特工队啊 开战 你有勇气嘛开战 还说那你说 这个奖项荣誉要归全台湾人民 那对啊全台湾人民现在告诉你了 你还让让国军吃哪一株啊 啊 国军的勇气奖在告诉你 那个700多个飞官集体退训啊 不要钱我也要退 对啊勇气啊 跟你蔡英文翻脸的勇气啊 他们都绿的哦 都是你们长期洗脑的绿的哦 你不要说他是红筒啊 小粉红你不要你不要灌小粉红的帽子啊 啊可是他就退啊 然后现在军中爆出来了 美国的莱猪去哪了 市面上大家都怕莱猪 结果原来全部都在国军吃掉了 哈哈哈哈上面上面包说是台湾猪 一吃美国猪 从洋媚外啊 你不是很哈美国吗 那那个民进党的诈骗集团就拿这个给你吃啊 莱克多巴胺啊 就吃下去 现在国军每个人都在那边叫啊 平时是垃圾桶 暂时是炮灰 你现在还知道 你现在还知道 我前面讲的国军的那些经验 早就已经是他 那他其实 他们虽然说不能打 现在是连最后一层窗户子都重破了 你们就是吃莱猪诈骗集团 国民两党诈骗集团 莱猪军 你改名不要叫国军啊 也不要叫台军啊 叫莱猪军 莱猪军 猪军 现在因为国民两党发现老百姓越来越不好骗了 不好骗了 但是他疯狂的压 用媒体去洗 找外国势力 所以要为什么我说一定要赶快动 军队都已经这样子的 还这样子积云未雨 为什么不动 我认为最后一层窗户子就是有人在玩无间道 我没有什么内幕消息 大陆的内幕消息我怎么会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我完全没有 我只是老百姓 而且是台湾的 但是就是因为旁观者容易亲 就是看到这种很奇怪的这种状况 那就知道里面有 两边都有内鬼在那边搞嘛 台湾这边内鬼是摆明的跟你下民起了啦 因为你不敢抓嘛 对不对 因为你国安都不敢抓嘛 最近你看玩到闹去去泼蟑螂啊 为什么泼警察局 因为因为军方已经彻底 已经彻底game over还光了嘛 现在警方也要玩光啦 他爬满着蟑螂 军警都不行啦 那告诉你台湾没有啦 什么都没有啦 都是蟑螂 他在告诉你这件事情啊 好 所以才要泼蟑螂啊 让人让人让你那个苏贞昌知道你们只是一群蟑螂啊 但是会这样的就是我前面讲有无间道 但是你绝对玩不过我们啦 这就是最后一层无间道 因为为什么从观察这个气候就知道内部有反向气候 那一些很腐朽的分子啊 我不晓得那里面是怎么利益去勾的 在一直在踩刹车啊 发现踩不住嘛 他一层一层在踩啊 一层一层踩 所以到最关键时刻 给你来一个会台政策 那福建那一帮啊 那肯定是背后北京他有他的其他的靠山嘛 其他的政令系统嘛 其他的其他的系统的 那最高领导人你要盛心独照 所以他紧紧抓住军方就对了 那是054A 穿过那个宫古海峡 台湾跟那宇纳国岛之间 其实就是 那是我看来昂的节目啦 其实确实是这样 那就是代表内部有 有那种反动力量 所以才会在卡的时间啊 那就是最后一层值啊 就要把它扒掉 因为要玩无间道那就来玩到底啊 这边是玩了很多年了 玩了很多年嘴巴不讲 玩了很多年了 那你那边只是最后一层腐败 最后一群腐败分子嘛 那就来玩了 他一定是勾结美国人 勾结台湾倒不会了 他是勾结美国人 一定是有一些人勾结美国人 因为那利益才大 那个利益 才可以做这种 出卖民族的事情 所以我说要小心民族败类 现在最后全体中国人 现在都在看这个局势啊 台湾这边疯狂叫嚣了 疯狂叫嚣好 因为我们玩无间道已经玩到什么了啊 台独分子都可以抓来利用 哈哈哈哈 我讲过台湾 台湾那个那些 那些都只是 知道他们的本性之后啊 就拿他就不诱人啊 拿他去怂动嘛 那他们立场就算是想要分裂 但是他们也做不到啊 因为他们没有实力 底下都架空了嘛 军队已经完全没有了 那现在这警察就泼仓狼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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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噁啊 哈哈 已经玩 已经玩到这样了 还想跟我们比无间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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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内部 所以像军方自己 那个时间要掌握 因为这个时间就是 游戏时间就是在这 今年这一段 今年这一段 你拖到明年就已经是到游戏 游戏 游戏半场后了 那那那那那危险度就非常高了 所以 你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底下会有人 我我头一次看到这前面的影片 我头一次台湾很很少这样子 我在那边活了那么多年 很早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很早就是买了 我前面讲过那2100全民开奖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在开始在排除上层的那个想要支持统一的人嘛 那他们就只能跑到底下去嘛 然后媒体里面一个一个排除啊 明天媒体里面支持统一的人 我看到很多从我 从陈水扁时代啊 李登辉时代就开始 李登辉还没有很明明明白的 但是他李登辉是排斥政府内部当政党的 埋的都是那些烂人 然后接下来是 接下来是媒体 然后教育界 参了很多啊 然后开始排斥那个统一的 让他们想要先 这种教育媒体跟 那个政党里面 政府里面全部让他们要全部给他绿化掉嘛 然后他认为底下的 老百姓就 就无可奈何 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无可奈何 就在你在绿化的时候 我底下的军力战力 就已经开始先瓦解掉啊 然后现在虽然好像很多老百姓嘴巴还支持你了 对了 但是你看看你 你只剩一个嘴炮了 你身体能动吗 你动得了吗 一个演戏就给你死一票人 然后现在再演不下去了 现在集体退训 连绿的都给你集体退训 想动想完无间道 想完无间道 想完无间道 国民党 我还有另外一个判断 国民党为什么先前那个 那个 大剑种将启程 那是个洋奴剑种 跟朱立伦一样 那是CIA的洋奴剑种 养的 一条哈巴狗 那那个 他之前为什么 会在这边 在鬼吼鬼叫说 我不急着跟对岸谈 我 中共是敌人 他之前讲那个 你讲那个话的时候 我就认为是什么了 我就可以阻得到 你看无间道 谁玩的厉害吗 这个 其实很 台湾这边很多人就可以判断出来 你讲这个话 就知道你私底下派人到大陆去 想办法 传话了 希望能够和谈 对方 不给你回应 所以你回来才会讲这种话 或者是你想捅对方一个 正在谈的当中 来来回回训的时候 你突然在放这一炮 想要提高身价 你只不过是一条狗啊 你还想提高什么身价 因为别人看不出来吗 你国民党的那个什么主席狗言残喘的 你只不过是一条狗 你还有狗有身价吗 我问你国民党 狗能有身价吗 哦那个民犬有身价了 那个那个那个 像什么北京狗啦 什么狗啊 贵宾狗啊 波斯猫啊 难道有身价的 对 你没有啊 你是 你是连那个见狗都不如啊 你是赖皮狗耶 台湾也不归你管 你是拉里狗耶 你那有什么身价 但是从你讲 从你那个拉里狗的废教 我就知道了嘛 你想要什么得不到啊 然后就开始 汪汪汪汪 结果你的主子来了啊 主子派一个上司 去跪街的是 是蔡英文啊 是绿色国民党 不是你蓝色国民党啊 他要你蓝色国民党反省 你怎么还有中国二字 呵呵呵 好贱 唉 都不会有身价啊 你台湾的政客怎么可能有什么身价 只不过就是一个 一个洋鬼子玩过来弄过去的啊 所以你蔡英文 你不要鬼扯什么 荣誉归台湾人民啊 洋鬼子的奖 是你自己去领的 我们底下是喊这个 中华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 你想要来捅刀子来捅啊 咱们来看到最后谁 王八蛋一群洋奴汉奸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那个食品的那个 容易让人生气 那个容易让人讲脏话 我看后面节目我在 我现在正在收集一些 比较好的素材 讲的比较高段言东西了 但是 从这你们 你们现在的这些东西 你真的所以为什么人要有学问 从你们的那个反应 我就可以知道后面是什么 大概是什么结构了 八九不立十 大概就七成到八成 跑不掉 你国民党先 一定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一定还是想办法要传话到对岸去 对方一定是给你冷 冷处理而且 你还透 然后你不行了 为什么现在 会有这些什么会台的那些人 那就是你知道 最高领导人不跟你谈了嘛 就找你的无间道的对象 然后一定是跟民进党合作 对不对 你国民党一定是跟民进党合作 然后甚至 这无间道对象 他不理你的时候 你就去找你的美国主人嘛 美国主人出面比较有面子啊 因为你只是拉力狗啊 国民党只拉力狗啊 国民党只拉力狗啊 要找主人 主人为什么要颁奖项给你 那就是因为 除了把你绑上他的战车之外 那就是他替你出头了嘛 去收买堆 他在对岸埋线的人嘛 只可惜那些埋线的人 也只是做这个小动作啊 因为要玩无间道 你玩不过我们 你台湾已经 关键是你台湾已经没有任何 任何的 任何的力量 你自己没有力量 那个主人 也已经 被 也已经都变兵友子了啊 所以为什么在G7的时候 拼命都是 在那边鬼吼鬼叫 要其他 他的盟友去对抗中国 因为他自己没力啊 然后还 还叫底下放话 你看完无间道玩到这样放话 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了 你日本赶快跟他结盟啊 只可惜日本人都不信 日本人觉得台湾是拉哩狗 我是贵宾狗 同样都是狗 你主人怎么会叫我这个贵宾狗 跑去跟拉哩狗 万一我也长拉哩怎么办 啊 我是贵宾狗耶 他是拉哩狗耶 日本人心里是这样想的 我是贵宾狗啊 我贵宾狗好啊 他是拉哩狗啊 那怎么可以 现在这个假象不需要就拆掉了 拆掉了 所以 那个贵宾狗 他没有很想要动 美国的还去耸动他动 我觉得好可怜啊 你美国大兵已经是 哎 维内瑞拉都打不动了啊 我这不用再重复了 都是兵游子嘛 回去看一下我那个 他为什么变兵游子的 其实跟台湾有关系 你美国人搞不清楚 你已经中了这个毒了嘛 那台湾已经没有用了嘛 他已经开始萎缩了嘛 台湾已经变拉哩狗 为什么变拉哩狗呢 就是因为他已经 各方对台湾来看台湾都没有价值了 只剩下领土人民 土地人民 这些经济价值而已了 还有战略要地 只剩下这个价值了 他已经没有忽悠价值了 忽悠那一层已经没有用了 所以国民党就是拉哩狗 民进党也是拉哩狗 那就拉哩狗就把他拆掉了 打死掉了 拉哩狗不要打死 我是真的拉哩狗不要打死 但是国民两党要打死 最后提醒就是 确实这一段时间就是 暗流已经到最后拼暗流的势力了 因为明面的情况都已经很明显 还不动那就是底下有那个 暗流势力在互相再推来推去了 他是他最后 最后一个了 所以美国人会去颁奖给蔡英文 不是美国人加拿大 但是实际上跟美国人一样 也是美国人叫加拿大去颁的 那那种反共奖 那个 然后 那他不敢说说 啊那个荣耀去 你不要再提那个 你猜英文只不够是个箭婊子而已 在我看哪 哪里狗 母的 然后他 会 颁这个奖的原因就是 底下他的他也在斗暗流的势力 要阻止这件事情 阻止统一这件事情 可是他们那些都只是腐败分子 即便他在对岸收买的 也是腐败分子 只是拖延时间而已 发现不行了 他发现不行就希望你这边再猛一点 所以才拼命抽台湾 说你已经独立了 你赶快去结盟 结果台湾跟日本之间就不结盟 就只有嘴炮了 所以难怪那个姓菇的 那个日本汉奸 那个姓菇的那个菇 我懒得记他的名字 菇家后代 本来就是汉奸后代 汉奸余孽 那我懒得记叫他的名字 我都懒得提他的名字 他会退党 因为他说 主人叫我们去跟贵宾狗结盟 赶快独立啊 你以为只有你们会玩无间道吗 你的主 充其量你的主人 已经体虚不行了 你的美国主人已经体虚不行了 原因 变兵友子的原因 我都讲过了 就算告诉你 你也阻挡不了 他就是兵友子 你也后悔不了 对啊 啊 其实最近那个他们的轰炸机 都开始慢慢退役了 枪其兵 就发现一直出问题嘛 那个慢慢退役 慢慢退嘛 你要玩无间道是吧 啊 玩到最后你来看看 是不是 是你美国的内印多 还是中国的内印多 来来来看看 所以最后就是把这一段 把这个 最后这个窗户只把它给撕破 那整个就整个就通了啊 所以各位继续发工努力 绝对不要停 继续发工努力啊 因为这个这个我们已经是准备了很多年了 绝对不容许有失对不对 这密码支持的啊 啊 密码支持的啊 啊 连蟑螂都上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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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